因为天干地支是六窑宗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重点讲解 加细讲解 天干好比是树木的树干 一共有十个 即夹 仪 丙 丁 物 己 征 金 人 鬼 红线圈出来的字就是天干 它的排法是固定的 按八卦所排 一般用远见 或者在网上在线起挂 都能自动排出来 天干在六窑的预测中比较少 因为初学者只要了解 明白它的基本含义就够用了 比如这个表 甲乙五行属于木 乙呢也是木 数序上并没有特别的含义 就是把十个天干排出来 以甲为开头 所以就有了甲排在第一树的意义 天干在六窑预测中 一般呢 只有一定基础的高手才会用到 平时基本上不用 但是天干是易经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除了六窑以外 八字 奇门 紫微等均使用天干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天干是怎么来的呢 这要从古代说起 古代的医学大师 紫微 八字 全空飞行风水等各种预测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 都是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 比如鬼谷子 李存风 连天干等 均是因为懂得了天文 才成为医学大师 玄学大师 所以 社会上有一些不懂易经 却又不肯学习的人 上来就把易经说成迷信 进行批驳 却不知道 易经体系 其实是根据天体运行创建的 还有迷信不沾边 而是那些不懂的人 才是无知和迷信的人 我们学习天干 要知道天干是怎么来的 才能明白 为什么能用天干地支算准事情 用每一个天干 原本是代表什么 如果按照传统的命理书 天干就是那么固定的代表的一些类像 直到最后 人们并不理解如何进行画像 根据什么 去转化成自己需要的类像 所以我们需要学懂 学会 了解它的根源 在实战中 你懂了以后 就会断除许多别人不知道的像 甚至可以精准地知道 哪一年有战争 有地震 有瘟疫等 这些都是天体中的运行造成的 李尊峰和袁天刚精通天象学 所以他们能够推总果运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天干五核 五葱 地支三核 六核等 其实也来自星球之间的运行 如果不学习这个原理 就不懂得怎么个合法 比如三核 是土星 木星 地球的三个角度 可能有人会说 我们只是学习易经 直到这个角度有啥用呢 当然有用 因为星球之间有距离 在运行到不同的位置时 距离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吸引力 角度不同 距离不同 引力也就不一样 这个引力可不是小事 比如说距离 我们离太阳远了 冬天就会逼着人们穿棉衣 升暖气 地球上就会下雪 刮刺骨的寒风 而夏天因为离太阳近了 又热得让人受不了 你还敢穿了脸袄不 你肯定不敢了 因为太热 要穿半袖 这就是距离的力量 引力呢 地球引力 能让人飞不起来 晚上说白了 其实我们是大头朝下 待着的 或者说 是在太阳的背面 但因为有引力的作用 你才没有掉出地球 飞到太空总去 也因为有引力 地球始终围着太阳钻 这么大的地球 它不跑偏 这力量能说小吗 不是小 而是非常的大 大到足以让地球听它的话 像驴一样围着末盘钻 所以我们学的 不仅仅是天干地支 一定要明白 不同的组合含义 这样你才能精准地 钻出实力 土木星地球太阳的引力 可以让地球产生海啸 引发地震 而产生这个的时间点 就是木星 土星与地球组合的角度点 角度不同 因为产生的力量有不同 它的引力就不一样 就产生 不一样的天象 这就是我们建设的三合 六行等的由来 因为不懂得 干支原理造成的 如果只是符号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怎么断出人生的命运 那为什么天干地支 能断命断挂呢 比如饼子 它代表的是 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或者起挂的时候 木星运行对应地球的位置 这个位置啊 我前面说了 有远近 方位 引力等 不同的远近 方位 不只是对地球 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均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 大家可能会说了 什么力量啊 我们用四季来说 四季是因为地球 与太阳不同的位置和距离 才产生了南方 北方的区别 由此产生不同的温度 气象 甚至不同的山寸地理 物 风物人情等 人口音 你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 这就是这种引力的作用 春天 因为太阳在地球的位置 让万物都能生长 这是它的力量 对人类呢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 站之代表的方位距离 就会对人产生 不同的生长发展 这也是 人挪活 树挪死的原理 因为你得到的 出生时间的气场 换个地方 就会吸收不同的能量 就可以符合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个时候 人就会变好 当然你换的地方呢 跟你自己的命运气场 不符合的时候 命运反而变坏 那么天干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天干地之啊 是古人为了探索 天地自然的奥秘 通过朴实的双眼 观察天象而产生的符号 那个时候没有天文望远镜 一切靠双眼 古人先看到什么了呢 先看到了 二十八星许 我们要明白 二十八星许不是 二十八个星星 而是二十八个星组 它的组合 这个许字是星的集合 同时呢 二十八星许中的 所有星都是横行 位置相对地球来说 它都是固定的 有了以上两点 大家就要知道了 我们祖先每天晚上 仰望星空 讲一些经常看到的 恒星群 进行片区式的划分 就形成了二十八个 星辰的片区 再讲这二十八个片区 按照东南西北 分成四组 老祖宗讲这个 四个方位的星连成线 发现呢 东方像一条龙 北方像个老虎 北方像个乌龟 南方像个鸟 这就是风水中的 左青龙 右白虎 前竹雀 不玄武 所以 足有组名片区有片区的名字 就形成了以下的四大组织 东方苍龙 七续 较抗 底防 心 尾 其 北方 玄武 七续 斗牛 女须 威 士 碧 西方是白虎 七续 魁楼 魏 盲 碧 碧 姿 针 南方 朱雀 七续 井鬼 柳星 张 亦 针 为什么要划分周天二十八星许呢 是为以这些星阵观察日月及五星 就是太阳 月亮 金木 水火土 这七颗星的运行 规律的残照物 因为在 三千多年以前 我们的老祖宗是不会意识到什么是恒星 什么是恒星 他们就是以脚下的大地为中心去观察周围的一切 大地是不动的 相对来说呢 日月五星是动的 在这个动静之外 用二十八星许 作为第三方残照物观察动静之机 那说到天干呢 我们先说一下古人的观念 古人将解气的变化归纳为五种气的变化 气的这五种变化就是金木水火土 那么金木水火土的气息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日月五行 太阳月亮变化产生的气息变化 同时呢 在引入 阴阳的概念就设计出了天干 就是古人呢 站在地面上观察 大地与日月五星在二十八星许为参照物的前提下 产生的气候变化 比如木星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木星与土星多长时间会合一次 金木水火土五星在什么时候会在同一个十二地支宫位里出现 把这些东西它记录下来 再去对应大地上的解气气候变化 最后总解出日月五行运行产生的十种变化现象 异风 战蒙 柔照 强 鱼 祝庸 图庸 杖章 同光 悬疑 朝阳 最后落在大地上对应的万物 因为天时解气的变化产生的植物生长规律 代表的是天时影响力 所以叫天干 然后呢 讲天干对应植物的形态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字 很复杂的字 简化了一下就变成了 甲乙丙丁 物己 更新 人鬼 因为天干 车中的是日月五星 与地球之间作用力以反作用力 能量的互相转化 所以 时天干充满了阴阳的思想 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时干的相葱相合 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呢 代表五种气息 甲乙携带着风气 丙丁携带着火气 物己 携带着土气 更新携带着灶气 人鬼 携带着寒气 比如 甲乙都代表木气 甲是阳木 阴木 甲是大地上 主动作用其他五星的 乙是大地上被动接受日月五星的反作用力的 这样就除了阴阳动静 就是说啊 日月五星的运行对大地产生气息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呢 要在二十八星许组成的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和时间中变化产生 地支是轨道 可都是死的 天干是气息的反应 是变化的 这也就是我们老祖宗算命的时候 以天干为主 罚字 奇门 紫微等都是以天干为主的原因 第二者呢 又是相互渗透的 天干代表的阴阳五行之气 又会作用到大地万物上 就等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区域点付了气息 所以地支就有了五行属性 就是一个人在大地上活着 人可以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为了说明人走在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啊 都有国家名 国家都有省份 市县的名字 人就可以对周围进行改造 周围也会对人产生影响 其实天干就是这样 它是一种标识 一种标志 这些游村的种植物 应该是陆建筹 一种标志 一种标志 基本上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